大家好,我是七初,一个摄影爱好者 也是一个商业摄影师 那在之前很多的视频里面 大家都讨论到摄影需不需要有效率这件事情 摄影可以分成两个板块来看 那有一部分呢,是关于兴趣的艺术的 我觉得所有的摄影爱好者 他都是向往的艺术这个方向去发展的 那这一块领域呢,可能没有那么追求效率 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我们要利用自己的一些特长 一些技术呢,去帮甲方完成一些视频的拍摄啊 照片的拍摄 那这个过程中呢,还是需要讲求一定的效率的 首先我们讲一个实际的场景 比如说我在现场去搭建这样一套拍摄的设备的时候 通过一个这样可变的裸口呢 快速的安装在镜头上之后呢 再通过磁吸的方式把遮光斗安装到系统上去 整个过程呢,非常的流畅和顺利 那不会让甲方觉得说你在这方面不熟练啊 或者说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是使用这样系统呢 其实一秒钟瞬间就可以装上 这样效率和安全性和可靠性都有一个很大的提高 那很多人就会说啊 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忽悠甲方而没有实际的作用呢 那我们之前分享过了H-Y的 Railwind 这个滤镜呢 它是可变ND加CPL的一个系统 那背后呢是一个可以调整尺寸的支架 那我手里这个呢是67到82毫米的 通过旋转呢它就可以缩小和放大 然后松开手呢 还通过弹簧结构瞬间的锁定到你的裸口里面 但是安装完之后呢 你要顺时针的去拧一下 把它拧紧一点 这样才能做到安全可靠 并且要检查一下你的裸口是时候卡紧 那么前面这个CPL的功能呢 之前在很多视频里分享过了 CPL可以去隔绝掉一些反射 这些反射隔绝掉的时候呢 你的物体拍摄出来的颜色呢 会更加的黑白明暗的对比更强烈 并且饱和度呢也有一定的提升 这个就是CPL的作用 那可变ND呢 更多是用在我们视频的拍摄会多一点 因为我们在拍视频的时候 需要锁定帧率去实现一定的动态模糊 这个时候如果你想使用一些大光圈的镜头 那你的ISO值就需要降的很低 但是很多时候 现在的视频机都是有log模式的 ISO是不能降到非常低的 都会锁定在固定的800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使用一个可变ND 把亮度通过这样一个外置的附件来进行降低 那很多人说我可以后期调或怎么样 但是对于商业拍摄来说呢 就没有那么多可能 我只要一个现场最极致的画面表现效果 而且我要最高效的方式去实现这样的结果 所以说这样的设备呢 对于商业拍摄呢 是更加有一个实际的帮助的 而不是单纯的给假光来看 我装个面子 再来说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圆形的系统 那圆形的遮光罩 更多的时候是在一些我们想要方便的快速的拍摄的时候呢 它会更通行强一点 而且呢 这样一个圆形的遮罩有个很大的好处在于它是有一定柔性的 那我们在拍摄一些交通载具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在车里面向外拍摄 就可以通过这样一个遮光罩顶在你的玻璃上面 实现这一个整套系统和玻璃之间的一个遮光 这样子可以尽量的减少一个反射 不会在你的画面里呈现出来我在玻璃后面这样一个效果 那另外呢就是在飞机啊直升机啊等等载具上面那个玻璃是有曲面的这个东西的作用呢会更强一点 包括是一些博物馆啊像一些水族馆等等 很多场景下都是会在玻璃后面进行拍摄的 而且还有一些就是产品特写呢 我们会在一些水槽里面拍摄 它也是在玻璃后面的 所以这个遮光罩呢更多是满足这样的一个需求 另外呢就是方形的这种大型的遮光罩 它考虑的是一个什么场景的 就是我们在一些室内拍摄或者说在户外拍摄 这个时候会有很强的阳光从上面或者说侧地方打过来 打到你的镜头里面 那这个时候呢这些灯光主要是做一个勾落轮廓的作用 或者说让画面看起来更有反差感 但是如果这个光线打到镜头里面 所有的镜头呢多多少少都会产生一些炫光或者对比度下降的情况 为了极致的去控制这个画面的质感 包括对比度和饱和度以及减少一些炫光和鬼影的影响 那这样的方形遮光斗呢 是在这个领域更有作用一点的 而且它这个大的面积呢 会更好的去保护到你的镜头 全方位的防止这个光线的涉住 并且这个系统呢其实它分为三个结构 第一层呢是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调节滤镜裸口的支架 或者说是一个可调的CPLND的滤镜 那么第二层呢是一个支架系统 它也可以在里面增加一个方形的滤镜 第三层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遮光罩或者遮光斗的系统 通过这样一整套系统去实现你在拍摄的片场 快速的去调节滤镜 实现更多的光线效果 并且防止一些有害光线的对镜头的摄入 提升你这个画质在现场拍摄的效果 那在你后期的过程中呢 你前期拍摄的视频 它没有那么多的炫光啊 噪点啊鬼影啊等等的问题 那你的后期调整的时候才会有更大空间 这样对于我们商业拍摄来说呢是更加有利的 而且我们商业拍摄呢是不允许有失误的 不可能说我去现场拍完了以后 回去说哎呀这个对比都有点低 假如我们再来一条吧 你要知道现场除了你的设备以外 那些灯光道具环境所有的工作人员的成本 是远远高于你所有的设备的 每一秒时间都是有巨大金钱的投入的 所以说这样一套附件系统 不只是让你在甲方面前看起来更有面子 更是一个提高你自己工作完成的效率 以及是工作达成的一个水平的一个工具 从之前分享的HY的这个可变ND加CPL的系统 到现在发展成一个完整的生态 有各种各样的滤镜支架 有磁吸的转接环 包括是各种圆形的滤镜和方形滤镜的系统 再加上遮光罩和遮光斗等等这些的附件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商业拍摄的生态 它更多的是去满足追求效率和质量的一些专业的拍摄 当然之所以可以称之为系统或者生态 也就是因为它除了我今天介绍的这几款以外 还有非常多的附件可以进行排列组合 根据你自己拍摄的需求和场景进行切换 每一个摄影师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预算 去挑选其中的部分产品进行组合 来实现你最后拍摄的效果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在我主页还有更多摄影器材 摄影教程以及行业动态资讯 我是能拍护车七叔 记得长按点赞并关注哦 拍摄影篇 拍摄影表 também认识 拍摄影响 拍摄影 拍摄影 拍摄影